我接下来呢 我想要跟你们继续分享 继续分享一下 就是说2015年的总销售怎么算 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这边新增量值 对不对 它就是少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 叫做辅置 对不对 可惜没有 所以我们就只能点 新增量值 或者是你点首页里面的新增量值 这边沾的没有复制 好点选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直接贴上 因为我刚刚已经整个把这内容复制起来了 我改成2015 2015 然后Enter 请问2015是不是也算完了 然后我们就到刚刚那张资料表里面 这边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承认 2016年的总销售额是这样子 然后再放一张资讯卡 2015年总销售 对不起 2015年是这个 4.25个百分比 4.25个百万 可以吗 然后通常 看你要不要 要不要去把这个框线呈现出来 这框线是可以呈现的 就是边界 边界 边界 因为这张视觉画报表就只有一个值而已 好 那接下来请问 我可不可以去算它的成长率 不要紧张 出镜 中余 因为 ���erry 互 eben 你 哪 呜 那么 可能 jis 没 可 我们 感谢观看